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一次潜入小红的家中 恰好看到小红被变态的丈夫小绿折磨的情景 她忍无可忍挥击手中的球杆激向小绿的二哥 就走了小红传单小分队中 添了个新成员小红 两人每天乐此不疲地贴着传单 驻遍了大街小巷 小红一天比一天开朗 小黑的心也慢慢产生了异样的情愫 但是有一天无幸降临了 他们刚搬进新房 便发现房子里有一具老人的尸体 两人认真地为老人举办了葬礼 可是没过多久 老人的儿子回来探亲 发现了他们 把他们送到了警局 警察查出小红身份后 小绿前来接走了他 而小黑则被扣上了绑架 杀人 私闯民宅的帽子 被偷入了监狱 为了摆脱警察的控制 小黑在监狱里苦练隐身术 警察看到有个神经病 黏在他背后 以为自己看不到 常常把小黑揍得 连爹妈都认不出来 终于有一天 小黑学会了隐身 逃出了监狱 出一后 小黑来到小红的家中 施展他的隐身术 和小绿小红住在了一起 而小红与小黑早已心心相应 即使小黑隐身 他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小红的丈夫 虽然整日疑神疑鬼 但是根本发现不了他 终于 小黑和小红 幸福美满地走到了一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要想生活过得去 总得头上戴点绿 如果小绿发现 有人天天给他戴绿帽子 会怎么想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讨论 点个赞 转发一下再走呗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